接下来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呢 是一位藏传尼玛派的高僧 他将佛教真理与当代科学结合起来 引导世人正确地面对学业 情感 工作和人生 他通过网络光盘等现代化的方式 将大成庙法传至千家万户 从2010年至今 受邀在哈佛 耶鲁 哥伦比亚大学及港大 北大 人大等 众多著名的学府来演讲 发起并参与主办多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他发出启动爱心的倡议 救助那些可怜的人们 并大力地倡导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品德教育 他所写的苦才是人生 做才是得到的书籍呢 也是深受我们读者的欢迎 畅销不衰 十多年来他对放生不遗余力 所以说也是被尊称为放生看部 下面我们就掌声有请 五名佛学院大看部 索达级看部高僧 掌声有请他为我们分享主题 心灵的诺亚方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寻辑 很感谢大家 今天是全球社会企业家生态论坛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是最后一位 但我很惊讶地看到这么多的企业家还没有走 一直扭着 这说明了论坛应该是有意义的 大家也在这个论坛上学到很多知识 我主要不是企业家 对企业的很多数据 技术 管理都不懂 这是我有兴趣有时候跟一些企业家 企业的论坛也一起参与和学习 但是你们这么多成功的人想比较起来呢 确实我在这个平台上也不知道 从什么开始给大家讲的稍微有一点利益 因为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在这三天的时间当中 大家都听得特别多的知识 而且我看到每一个演讲嘉宾也是很棒的 都是脱稿 脱稿而讲 滔滔不绝 而且每一个人所讲到的知识很丰富 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你们在座的人都是非常成功的 也算是在社会上 有人身的经验 有社会的价值观 有个人的这种梦想和立项 这样的一群 所以说呢 我想 今天在座的人 出于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但的确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是非常特殊的时代 也可以很多人短短的时间当中 非常成功 一夜间 一孙间 刚才我们下午的这个课题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几十分钟的时间 达成了商议的 共同合作的这么一个协议 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很有可能 我们如果从反方面讲 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短短的时间当中 有些企业会倒闭 有些企业会关闭 有些企业会破产 所以 我平时也在深度地思考 的确是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是个非常特殊的 按照我们佛教的一些名词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难以想象 不可思议 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现实还是在做梦 佛教当中经常讲一切诸法 如梦如幻 但的确 也许我们在这个生存的空间当中 如梦幻般的 自己会变成一个完人之上的 非常成功的人 有钱的人 有地位的人 有能力的人 在这个时候 有成千神往的人 赞叹你 攻击你 追捧你 喜欢你 很有可能 我们有些事情做不好 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也许在中人的眼前会消失 当在这个时候 有无数的人开始质疑你 会把你 甚至抛弃你 甚至讨厌你 有这个可能 本身我们所谓的人 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动物 当有人成功的时候 哪怕是给你 拍一张照片 吃一顿饭 也是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当你已经沦落到人们 气势你的时候呢 也许你都不敢提 你认识他 也许你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给他借助的时候 你觉得是 很危险 所以有时候 我 不用 谢谢 没事 你是不是给我准备的 不是吧 那不用 谢谢 因此 我在想 按照我们佛教里面讲 一切诸法是无常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 有个无常的观念 也许对你们自己的人生 的的确确是有帮助的 很多人 以前 条件特别贫寒 但今天 到这里 各方面 超越别人 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常 很多人 今天 你是 在中任当中 有如此的财富 民省 地位 可是到了明年的时候 会不会这样 也很难说 可能我们自己 也不一定有这样的 安全感 这也是可以属于是无常的 所以我在想 我们 在座的各位 企业家呢 应该说 很多人可能会 内心当中 有 各自的一些 不同的烦恼 也许自己的这种烦恼呢 就 跟家人 跟自己的同事 包括 跟自己的 很多的部门的人的话呢 不一定能 能说 还表面上 可能装着 自己有信心 自己有安全感 但内心当中 需要 面对很多的事情 不管是人 资金 还有 我们当前的 环境 政策 甚至我们 周围的 各种各样的 面临的 精神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 我并不是在今天 给大家 全大家学佛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 我自己是 作为一个佛教徒 多年以来 通过禅修 通过修行 通过利他的思想来 调整自己的人生的话 我经常想 我们现在 这么一个特殊的世代当中 其实 人 有自己的一个 依靠和信仰 来调整自己的信 如果自己的信 调整的 比较坚强 那这样的话呢 也许 我们做的更 更强 做的更好 做的更棒 这一点 我也 今天 在座的各位 要重新思考一下 其实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负面的贪嗔痴满意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情绪 我们人也有很多正面的信心智慧 以及我们的精进 还有残定等等 就有真面的能量 我们经常传统文化当中也讲 人之处 心本善 确确实实实是这样的 只要我们有一颗善的性 那的确 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能做到的许许多多的事情 自然而然成功 这就是 所谓的 三有三宝 二有二宝 而我们 而我们 今天你们在座的 企业家 我不担心你们个人的生活 我不担心 你们个人的 所赚的 欠的多少 但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家 每个人应该扪心自慰 你今天的成功 其实来自于社会 当然这个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 依靠自己的创造力 依靠自己的侵奋 和依靠自己的智慧 而成功的 但实际上是 我们整个社会的环境 资源 来自各种不同的人的一个资源 和他的支持是离不开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 感恩的信 以感恩的信 自己拥有的这些财富 来帮助社会 会馈社会 今天 说是我们这里有五千多个企业家 五千多个企业家 我提出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很小 我看我们 每一个人 能不能 在一年当中 在你的所在的地方 帮助一个大学生 如果一个人 当然你如果没有这个 因缘 没有这个想法的话呢 我们拧档别论 但我们如果每一个人 帮助一个贫困的大学生 的话呢 我们会能 解决五千个人的 学习问题 这对社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我想我们很多人 大多数的人 就为了竞争这个资源 有成功的人 有能力的人 也许他掌握许许多多的资源 但是你如果没有 会馈社会的话 我觉得 不一定很好 我个人的建议 如果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他越来越成功 越来越发财 这样 对这个世界是有利益的 如果一个人 他非常自私 他只有把我们 地球上拥有的 很多的 不管是精神的资源 还是物质的资源 他一个人拥有 但是他不愿意分享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全球七十多个亿的人 的一个顺势 我经常听到某个人 在某个月当中 赚了多少个亿 他发了多少钱 也许他周围的 他的一群体 也就是说他的员工 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是受益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但是 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大的资源 和一些忌愿的话呢 他能不能这样的利他性 可以扩展到 整个社会当中去 如果有这样的话 实际上我们的企业是成功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 企业家的这种思想呢 是我们这个企业 在很长的事件当中 对社会有意义的 以前日本的 道声和佛 他的一个商业论坛当中 也这样讲的 他说 自理的话 就是让生存 如果是利他的话 再能长久 这一点 很多人也应该能感受得到 这个跟我们佛教当中讲的 大乘佛教的究竟思想 是非常非常的纹合 因此我今天站在这里呢 我不想说其他的 包括一些你们的观念和技术方面的 我只想说 我们每一个人有社会的责任 但这种社会责任呢 并不是壳头上所好 我到了某个时候 我赚了很大钱以后 我再回馈社会 其实这不一定是这样的理念 我们现在很多 跟西方国家的 有些慈善工艺相比较起来 的确是 我们的价值观和理念 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现在很多的资源 很多的力量 汇聚于自己 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信心 自己的一种 标识 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 但是大多数 我们会降到 我们对身边的 许许多多的 病人 贫穷的人 包括 读不起树的人 社会上有很多很多 可怜的这些人 这些可怜的人呢 虽然我们不是造成的 虽然我们不一定 全部能救得完 但是每一个人 应该至少也是 有一颗山心来 帮助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以前 有一个叫做 特雷萨秀女 她是应该 大家都 可能听过 她在做慈善方面 贡献很大 有一次在 她帮助贫穷人的时候 印度一个官员 说她 我们现在有 千万的这种贫穷人 你这么回事能救得了 每一个人 她说 千万人 实际上从什么数字开始 这个政府官员跟她说 这不是数字的问题 你救不了那么多事情 救不了那么多人 既然救不了的话 你最好 骚惯一点现实 后来 特雷萨秀女再三地问 你说 一千万 那么 从她的数字的基础是什么 后来这个官员 不得不说 一而三四 他说 那我就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这样上来 实际上也确实这样的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万个贫穷的人 一万个贫穷人 那么我们 救不了一万个人 但是我们 一万个人当中 如果我们 帮助了一个人的话 那么 9999个人 如果我们 再增加一个人 这样的力量 一直 我们可以 推广下去的话 这个社会 是变成什么样的 所以我 一直认为 我们不一定能 改变 所有的社会的 这些状况 但是 我们 作为一个 成功的企业家 成功的一个 刺散家 成功的一个 学者 在他的思想上 一定要有一个 利他的精神 如果没有 利他的精神 我们每一个人 很自私地 挖掘别人的资源 那表面上看来 我们 可能是 成功人 但实际上 我们 也许不一定是这样的 有时候 我们 磕头上说 佛教里面 讲利他利益终生 但是 佛教徒很自私 每次都是 讲自己的事情 我们 传统文化 儒家里面 也是 经常讲 伟人三世 可是 儒家的有些思想 也是很自私 只要 自己成功 不顾一切 甚至我们 可能会 损害 还有 身边的 任何事物 你们看看 我们现在的 环境破坏 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 整个 自愿 共享的过程当中 大家的 什么样的 心态来 抢夺 很多事情 是大家 应该 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 我想 你们作为一个 企业家的话 应该是 现在的 社会当中的 最主要的 一种 力量 但这种力量 没有利他性的社会 是非常糟糕的 没有利他性的社会 是很糟糕的 我想 今天 这个世代 应该说 每一个人来讲 有机会 但是这种机会呢 也经常带有挑战性的 每一个人 心里 应该 有一种 会观察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的 这样的一种 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 我们 盲目的 我们 人影应语 随波驻流 跟着社会走 不一定是很合理的 确实我们 今天的社会是 非常 燕花缭乱的 以前过了几十年 过了几百年 过了几千年 才有个变化 但现在不是这样的 现在所谓的 日性寓意 孙悉云变 在这样的世代当中 最重要的 我们可能会 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看很多企业家 可能比较累 因为我们对社会 对自己的记忆 付出了很多 在这个时候 我的建议呢 经常要 调整自己的心态 不管是成功 不成功 其实人生呢 如梦幻泡影 再过十年 再过二十年 再过五十年的时候 我们 会不会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也很难说 有时候呢 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呢 太去执着的话 也许 对你自己带来了 更多的 负面的 一些作用 所以 我们始终都有 保持一个 非常平静的心态 我们有一种 叫做什么 心态 姿态 如果我 心态很好 不管是 不管是 遇到了什么事情 我用微笑 来面对 那这样的话 我的身体 和预言的 姿态呢 也是让人 舒服 快乐 对别人 带来一种 和爱 如果我的 形态 生态 都很好的话 那 我 对 整个 环境 其到的作用 对 生态 自然而然 其到有一种 和爱的作用 翻过来说 我们的生态呢 其实对我们的人的心态 也有直接的作用 因此 我建议呢 我们 每一个人 无论是 遇到什么事情 不管是 处在什么 地方 对自己的家人 对自己的同事 不要发脾气 有些事情 能解决 用智慧来解决 用理性来解决 如果我们用暴力 用 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即使你这件事情 已经解决得很好 但实际上 它带来的副作用 是更大的 因此 我们 按照佛教的观点呢 就 经常这样 慈悲为悔 即使 缘恨的敌人 来到你的面前 你的竞争对数 也许可能 害了你 但是 我用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 甚至如果 他真的 把我害到底的话呢 我用我的山梗 就是 回向给他 我的 和这种所有的善的力量 还赐予给他 这是一种 大乘佛教最伟大的一种精神 当然我们在座的人呢 毕竟是实践人 并不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但我很想 你们要 在心裁调整方面 自己有一种信仰 自己用自己的一种价值观 是很好的 你又如果信仰的话呢 按照你所信仰的 藏传佛教 寒传佛教 甚至以其他宗教的 这种信仰方式 如果你实在是 没有这样的信仰的话 你平时 经常 我们现在经常说说的 心态要挑战 通过迷想 通过禅修 通过信的 一种平静方法来 每一天 将自己心灵的 贪嗔痴吃满意的 各种负面的这些情绪呢 慢慢慢慢的清除 就像我们人 过几天 或者是每天都是需要 沐浴 洗澡 身体上的 许许多多的 不干净的东西呢 用清水来清除 同样的道理 其实我们的人的心呢 早上起来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 包括给人经常交往的时候 接人待物的时候 都很需要 调整自己的心态 调整自己的心态 如果我的心很健康 心平静 那么所接触的人也好 所做的事情的话 都很容易 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呢 也许跟你们的生活方式不同 但是我个人而言的话呢 应该也会遇到很多事情 我个人是不是企业家 你们很多人都不一定认识我 但是我是一个 扑扑通通的佛教的一个老师 昨天教师节的时候 我自己对自己发一个微博 我说我33个年头 从85年开始呢 从简单的一些佛学知识 每天都是讲讲课 所以我是作为一个老师的话呢 经常跟学生交流的过程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不开心的时候 但是呢 我还是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保护自己的心态 如果一个人的心态很好的话 无论是你在国际过来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在自己的家里 和在自己的诸位素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我用贪婪的智慧来去面对 如果我能面对之心的话呢 即使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但是对我眼里来讲 很轻而易举的可以处理好的 如果我的心态调整不好的话 那么即使你今天的你的生活当中 所发生的很渺小很微小的事情 但是呢 也许对你带来巨大的痛苦和压力 因此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呢 从一方面看 确实是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便移 无法想象的 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 可能更不像我们现在的 这么快的速度 这么多的信息 这么好的这种际云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也不难看出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 人所要面对的 所面临的问题呢 也是是前说唯有的 我们没一个人所承担的这些压力 我们没一个人所遇到的这些麻烦 我们没一个人可能心里就想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痛苦的话 也许故人不一定有 其实故人的生活很简单 虽然他们没有我们今天那样的 非常丰富的物资资源 可是他们有一个非常纯洁的心态 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当中 我们要有一种特殊的方法来 经常调整自己的心 调整自己的心呢 有几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经常我们学会有一种迷想 或者说是有一种禅修的方法 这是在国内外的很多企业家 非常非常的有受用的 包括我们现在藏传佛教里面 只讲的一些大乘菩提心的修法呢 它有一种直接心安静下来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呢 我们任何时候呢 就有一种帮助别人的这颗心 如果帮助别人这颗心的话呢 那即使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 有些时候是不成功 你不会有冤言和后悔心 还有一种事情呢 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家 每一个人应该对人类社会 要做出一个贡献 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做出跟智慧有关系的 我建议我们许多人 冷不冷以后要建一些图书馆 你们可能也许认为 中国图书馆非常多的 没有人看书 如果有人看书的话 图书馆是多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图书馆里面应该收集 许许多多的顾文化 我以前去过一个德国的歌厅歌 那里有四百多年的一些图书馆 其实里面有上千年的所有的 图文化全部集聚在这里 非常珍贵 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有没有 我看你们每一个企业家 你自己的家乡有没有 按理来讲 先有的这些 所有的信数据的这些书 还有更重要的 我们要数据一些 不管是宗教的 还是社会学的 以及民间的这些知识 这样的这些书本呢 我们在自己的家乡 或者是你所接触的 甚至你自己的家里 买很多的书 当你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 把这个作为一个 你私人的图书馆 我看到很多欧美的国家呢 他们都有一个私人的 非常好的一些图书馆 而且很多人也特别喜欢看书 我们知道 这些人的战斗 确确实实 他通知了 以欧美为主的 许许多多的国家的领动 但是这个 后来的人们都一定是能记得 他唯一的记得在埃及 他有一个亚历山大的图书馆 他这个亚历山大的图书馆 已经增长了许许多多 全世界最珍贵的这些许许 到目前为止的话 实际上人们最容易记得 就是他的智慧 我本人呢 认为 也许你们可能有些企业家 不一定喜欢看书 你们觉得说 这个兔子 这个融资的话 给我带了多少的利润 给我带了多少的会馈 最大的一种获得利润化 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但实际上我的看法 觉得是 我们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应该对自己的 子孙后代留下的 不一定是财富 一定要以智慧有关性 以精神有关的财富 现在你拥有这个权利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留给他的话 也许可能不一定是很合理的 我们大多数的人认为是我 给自己的孩子 跟自己的亲人 要留很多的金钱 金钱 当然在今天的这个世代当中 也很需要的 但更重要的 给他留下的精神财富 如果要留下一个精神财富的话 我们要想到 什么样的方式来留下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根据时间关系 就不多说 最主要呢 就要想到 我们这样的企业轮摊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 学习的平台和学习的机会 在这个时候呢 每一个人应该发自内心的 要想帮助别人 这就是我的目的 我并不是想你们每一个人 自己成功的如何如何 这也许跟你的理念 跟我的有点不同 你有一定的能力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利他的心呢 你的能力不一定要非常的超越 如果你的能力超越了一般人 那你对社会应该有多多少少 有一些贡献 那这样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 就好像后面还有一个问答环节 我就说这么多吧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提问 我觉得就是说佛教也好 那个心学也好 讲的是要 不要上来 在那儿就行 讲的是要自己内心一个平静 就是说自己心境怎么样的 舒服人生怎么样快乐 那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 社会的一个进步 一个发展 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 一些前进的 或者说物质上面的一些追逐 是不是有一些冲突 能讲得清楚吗 就我觉得佛学这一块 讲的个人内心比较平静 可能对社会的一个发展 可能是不是有点慢 也就是说西藏 或者说古代的人类 它是比较平静的 可能比较幸福的 那我们现在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更努力 或者说更多的去创造一些财富 那就不能 好像比较消极一样的 这个意思 好 请坐 谢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的回答呢 我的回答呢是这样的 其实佛教当中就是讲自信欺义 也就是说自己的心要清净 调整自己的心 佛教当中讲如定的时候 我们禅修的时候呢 心要寂静 但是出定的时候呢 并没有说是不能产生任何分别量 佛教当中讲 要精进波罗蜜多 就精进里面有开甲精进 就像我们有些人上战场的时候 你穿上开甲一样 还要加性精进 在你的行为当中呢 就口头上说的实际上落到实处 最后呢不退转精进 不管是你做任何事情 就不能退转 勇往直前 所以在不同场合当中的这种理解解度呢 有不同的意义 因此佛教并不是说所有的 一味的天天都是禅修 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需要一种智慧 需要冷静 但我们不能太复杂 如果太复杂的话 那做任何事情 无论是你的社会进步也好 社会发展也好 你如果心很复杂 不正常的心态当中 不能信吃的 所以呢 这个表面上看来冲突 但实际上是不但不冲突 还有它可以于事俱进的 上师你好 因为我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比较多 所以我的提问是 在整个我们八年后九年后 我们不要再上来了 谢谢 或者说在未来的 这个零零后之后 不要再上来了 我们在整个这个 成长的过程中 该最终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自己的信仰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这一代人 最终这个选择信仰 给到我们一些答案 或者给到我们一些建议 谢谢 选择信仰 首先 对宗教 有没有信仰 就依靠自己的心来决定 如果有信仰 也需要用智慧来决定 我们按照佛教的观点讲 千万不能迷信 信心当中有两种信心 有一种是通过自己的智慧 如果自己的智慧不够 有智慧的人来给你做足决定 依靠智慧来判断的这种信仰叫智信 依靠一种盲目的信心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好坏 这个宗教的好坏 就只是随着自己的信 人云云云而去接受 这叫做是迷信 所以关于智信和迷信 以前梁七朝先生 他也分析了很好的一些文字 所以我觉得作为80和90和的这些年轻人 我的建议有一个信仰很好 如果有了信仰 我们的精神上有一种意图 负责的话 许许多多人非常迷茫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有钱也有迷茫 没有钱也迷茫 不知道自己到底寻找什么 如果你有一个精神的归宿 如果你有一个智慧的依靠 那你也许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 即使你做的不成功 也许在离经当中 你重新站起来也有一种希望 也有一种坚强的力量 所以选择信仰主要是靠自己 如果自己的智慧不够 我建议问一些有智慧的人 最好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精神依靠主 才有人生有方向 人生有意义 阿坦佛 您好 今天非常激动 能见到您 我心里面 有点激动 是这样的 我的家庭现在非常幸福 我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儿 两岁半 但是我的事业呢 两次创业 两次失败 然后现在还在苦苦挣扎 所以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方向 哪怕是一句话 对我可能都是一个极大的启发吧 谢谢您 其实我刚才讲的一样的 我们人生都是无常的 有成功的 有失败的 也有快乐的 也有痛苦的 有挣扎的 有彷徨的 有怀疑的 有信心的 觉得有意义的 觉得有时候没有意义的 觉得有时候是非常眼光 有时候觉得特别黑暗 有时候觉得前面的路是 应该通达无碍 有时候完整甚远 不管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应该有一种自信 当你快乐的时候不要特别傲慢 这也是一个自信 当你痛苦的时候不要特别绝望 还要继续坚持到底 这样的话 其实人生应该也是一个随远的路 按照佛经里面讲的话 其实我们的性上面 在阿难言上面有善和恶的一些业 当然佛经并不是讲 所有一切都是宿命论 依靠业来支配的 以自己的创造力和坚持力是分不开的 这个是因缘俱合的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觉得不仅仅是你 很多今天在座的各位 肯定心里有患得患失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对人生 对生活 对事业 不要特别地去执着 如果你越执着 会不一定成功的 但你也不要放弃 如果你放弃的话 很多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也许我说的话不一定听得懂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 在现在互联网 尤其是叙利世纪这个世代当中 确实我刚才开头也讲 佛讲的如梦如幻 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可能我们都不一定知道 包括我们在座的 都是整个 世代变化的一个见证者 在我们的短短的 二十年 三十年当中的 全世界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 包括我们的文化 全部都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时候 有些正在成功 有些正在失败 有些正在创造自己的事业 有些正在痛苦当中 所以每天都是反反复复的 也许我们在座的人 你的未来的人生当中 有些特别成功 有些你今天很成功 但是很有可能会无常到了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时候 我今天的建议就是 你要有一个抱持平静的心态 您好 您好 上师 我这边的问题是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 给我们这些 汉族以及我们 比较靠近 华北 华南 这些更好的 怎么样区分 我们如何更好的运用 另外我们 华北 华南 这些沿海地带 怎么样更好的 帮助我们 川西 甘肃 青海 那些 就是偏向于藏传佛教 或者说 像您这样的那些 修行的一些 师者 或者说 这些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帮助 其实我觉得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都是来自于印度 印度的佛教融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当中 后来就已经变成了这个地方的佛教文化 也就是说宗教 那么我想 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 我是应该是跟汉地的这些在家人 出家人接触已经三十年了 就是从87年开始到现在 虽然我讲的不好 就是有时候表达 有时候是自己的这种内心 都很多分别念 但是呢 还是我想 我们所有的地球上的人类呢 就是都是 这个避苦得乐 也就是说 就离苦得乐吧 就这么一个 所以佛教呢 就确实有些地方 也许可能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吧 就是 从我们人的精神上 就是他可以给一些妙药 心灵的妙药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我一直是 就是凭自己的 一直微笑的这种努力 一直一直在做一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佛教的教义都是 诸我莫作 诸善奉行 持经器 施诸佛教 这么一个原则 所以这样的原则呢 应该一直到流传 现在是这么两千多年的历史吧 他还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得到真正的利益 尤其是在利他方面的话 佛教确实用自私的心要排除 应该是利他的心呢 就是最有价值的 最高尚的一个位置 这么一个精神下呢 如今也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你说的 这个感受也好 四川也好 这方面的 对佛教的什么样的这种贡献 或者说是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话呢 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一般来讲呢 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自己呢 都一直认为是 佛教徒呢 就是一定要很好的去学习 非佛教徒的话呢 他虽然没有信仰 但是呢 他有时候也是有一种 开放和包容的信赖 学习佛教里面的一些精神的话呢 也是很好的 不仅是佛教 我们经常跟伊斯兰教啊 跟基督教啊 跟田主教啊 这些人 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些宗教的话呢 其实它的背后呢 也有很深的一些道理 这样以后的话 我们这个人类呢 以现代文化跟古文化结合起来 就这样 可能作为企业家呢 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能一直追求 网络上的和新的知识 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 很有价值的 包括有些我刚才讲到的 有些古文化的一些树的话呢 就我们要抱层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也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所以不管到哪里 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 尊敬的院长 还有尊敬的校长 那就是在这里见到您 我非常的开心和发喜 我的问题呢很简单 就是我皈依19年了 全家都是佛教徒 同时呢我们为这个 就是做这个佛教慈善行业 已经做了19年了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企业 也就是同时捐建了五家寺院 好几千万了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也在做一个教育项目 是这个国家教育部的这个 鸿铜文件项目 然后我就是想啊 就是去年看到一些官方文件上面 有这个英国这个小学的教科书 它呢就是把这个佛教和宗教 植入到这个小学教科书里了 那就是我现在跟政府做的这个 这个教育项目呢 它是向全国普及的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能不能把这个佛教 植入到这个教科书里边 潜移默化的 起到这么一个 红法的作用 谢谢 嗯 我们呃 现在在英国 确实是有 建桥大学和 呃 以这个 牛津大学为主的 嗯 很多地方推广这个佛教文化 尤其是在很多高登和这个大传 还有小学里面就是佛教文化 其实这样的这个传统文化 如果 入到四 这三个文化推进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当中 非常重要 出家人 在出家之后 会常常想念家人 而我们很多企业家 每天飞来飞去 也会很想念家人 他们在挣钱的时候 是为了家人 就是想让法师 帮我们这些 呃 企业家 提一些建议 在这个矛盾当中 怎么去调整 谢谢 好 下一个问题 呃 老师好 是这样的 呃 曾经我的上师 问我一句话 我就有个问题 啊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信水 佛族信水 呃 作为出家人 也经常 呃 会想自己的家里 呃 比如说我的母亲去年死了 但是我经常想 但是可能 因为我们毕竟是受过很长时间的 什么无常啊 呃 爱别利苦啊 生死轮回啊 这样的教育 所以呢 可能跟在家人比较起来的话 也许可能稍微淡漠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经常有四两家乡啊 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想法 嗯 第二个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按照佛教的历史的话呢 他是这个先界前佛当中的第四位佛 因此他的所有的这些精神的话呢 并不是是以前是没有的 前面还有按照我们先界的话呢 还有三位佛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七佛当中 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一个 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所倡导的这些知识呢 其实我们万世万物的正理 这种正理呢 不同的佛呢 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他以转法转法论的方式来给大家宣说的 并不是我们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佛陀 就是因为世界上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佛陀 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苏婆世界当中呢 就是他就是唯一的一个佛陀 上师好 我也是一个佛弟子 然后也经常拜读您的著作 您听您的教诲 然后我也知道 要行持六度 断恶行善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话 就是我们集团公司有的时候 它的产业规划里面 会涉及到一些杀生的行为 比如说建设一些养殖基地之类的 所以像这一块应该怎么去做 会比较好 就是我们作为佛教也好 儒教也好 它的真正的思想呢 其实是关键在于我刚才前面 所讲到的一样的 就是一个利他的思想 这样的利他的思想的话 应该是对我们的人类 在历史上也可以创造戏迹 个人的成长和个人的创业当中 我觉得有一颗利他的心的话呢 的的确确它的作用是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明白人 到底是他在做利己还是利他 如果我们对于服务性的 对社会有帮助的话呢 这就是非常符合佛教的思想 更重要的跟我们现在的 很多企业的思想是非常温和的 刚才这位说的 在创业或者说是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可能难免会有造养殖畅或者是杀生的 当然我们从大乘佛教的思想来讲 尽量的不要有很多危害生命的事情 如果实在是自己的这种事业和专业逼迫 没有办法没有扭转的余地的话呢 那经常可能会需要有一些忏悔啊 念咒语啊 甚至呢我们也有必要 就是参与做一些放生来 弥补这样的这个罪业 总的来讲 其实每一个众生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 这并不是佛教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我们应该所保护生命的 保护我们世界的 保护我们大自然的所有的明智者的话呢 都知道是生命的价值 上师好 我问的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也很尖锐 就是说我们皈依上师 是只能皈依一位还是多位 我现在就很迷惑 因为我皈依的上师老师是更阿索男人伯切 但是今天看到你我觉得也很好啊 然后我 就是说我就是 就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说也能跟你有交流吗 谢谢 上师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的社会离婚率非常非常的高 那是不是感情无常 然后每个人其实最终的最佳结婚伴侣是自己 最终的归宿也是自己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现在社会 女人越来越女汉子 男人越来越娘 是 就是女人越来越女汉子 然后现在的这种感情 婚姻也很无常 OK 好 我现在在宗教事务条例上面 还是基督教还是佛教还是道教 所有的宗教我都是表示尊敬的 然后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是 关于对宗教邪教化这一块 您的看法是什么 谢谢 我对这几个问题第一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呢 他说的是很敏感的问题 对我来讲是一点都不敏感 因为佛教里面讲 你可以医治很多上师 佛教有一个著名的阿底下尊者 他医治了一百多位上师 当然我呢 就并没有接受什么弟子 我只是是穿过佛教 就是并不是我要受弟子 我都不一定没办法接受弟子 但是呢 医治很多上师是非常合理的 如果你的上师允许的情况下 如果上师不允许 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就开许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刚才就是说 现在这个离婚率比较高 确实我看到以前的一个官方的新闻 说是北京的离婚率 是47.8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 那就比较可怕 当然这个是什么原因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缺少 就是很多的这种传统和信仰 同时呢 现在我们可能看得多 机会就比较多 这样以后 人就有一种细心研究 最后的话呢 导致自己的家庭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 不仅是中国 实际上 英国和美国的话呢更是严重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个时代呢 的确也是佛教里面就是讲 自己是自己的护主 就是最后还是靠自己 你刚才的这种说法是 我是比较认可的 当然 但我们还是建议呢 家庭幸福 因为每一个人如果真的家庭离婚的话呢 他不是虽然我作为出家人 我不知道这个在家人的心灵的状况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离婚以后 整个家庭都破坏了 就是上有老人下有小人的话呢 那真的就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 这一辈子跟夫妻有缘的话呢 我每次看到有些非常相和的家庭的时候很随系 应该是要家庭和和 刚才这位女士还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她说现在的这个时间是 可能女孩子越来越多 其实有少数人可能多 但是呢大多数人不一定是那样的 就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呢 应该是男生是比较强势的 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家的 可能是男生大多数 很多国家领导人的话呢 也是男生是大多数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的话呢 就是应该 应该说是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然后刚才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他所说的所谓的 其实习近平主席呢 就是应该是在不同场合当中 有很多佛教的这个比喻 比如说以前他说过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出家人念佛一样 这个仅仅 或者说明真工作呢 实际上是一个菩萨的这个行为 也许我看到的这个 这些信息是来源是可靠的话呢 就是经常对佛教也好 对其他宗教呢 有一些跟其他的一些领导不同的 一些正面的 或者说是他有独特的一些思想来评价 当然他所谓的反邪教的话呢 我觉得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 危害人的生命 或者说危害我们的社会规律的 这样的这种宗教的话 也许是邪教 所以说呢 邪教与真教之间的关系呢 应该说是他符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 他符不符合我们人类 在生存过程当中 对他的身心健康有没有危害 如果有危害的话 也许他是邪教的 如果没有危害 应该是对社会也好 对社会进步也好 对社会次序也好 都带来无穷的力量的话呢 那我们应该值得保护 值得学习 值得弘扬 谢谢大家 好 今天上次回答得非常软满 大家也听得非常的喜乐 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位演讲嘉宾 对话 这个分享嘉宾 用他的慈悲的智慧给我们开示 让我们明了了生命中很多的真谛 也让我们感悟了人生中修行的要义 相信对我们的整个事业成就 家庭圆满 幸福人生 会带来无限的加持 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 请用你 最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上师今天下午精彩的拍摄 我们让热烈的掌声 我们请工作人员服务一下 请上师稍坐休息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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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